好,《人民戰況》 斬文第十七集了 是啊,那麼... 遲些我們會有些長一點的節目 六月就會見大家 大家密切留住 這麼有信心 我們現在密來緊故了 長一長,短又短 其實加起來,每天十多分鐘 都是一個節目來的 今天我們想說一下 都是... 立法會這個星期五的兩個熱門話題 包括一個是黃毓民議員提出 對主席曾鈺成的不信任動議 第二個是蔣麗雲提出的 就是對於陳偉業議員 和黃毓民議員的罷免動議 有些新進展 是啊,我們先說一下 對曾鈺成的不信任動議 其實作為議員 隨時都可以對官員 或者特首 或者是主席 提出一個不信任動議 但是按規矩 平時的規則就是你抽籤 你抽到下個星期的動議辯論是你的 那你就可以用你的動議辯論 來做這個議題 但是現在呢 就剩下立法會會期 剩下一個多月左右 還有很多 之前就賴我們拉布 哈哈 塞車的議題 這個星期也不用抽籤 抽新議題 所以要這樣排隊去抽籤 如果要在這一季裏面做到 機會是接近沒有的了 今天在立法會的內會 那個討論 對立法會主席 大會主席的不信任動議 的討論的時候 真的看到議員的能力的 質素 就是表露 分析能力 對問題的理解 有一些已經進入了討論 究竟應不應該罷免 是吧 應不應該不信任 是的 應不應該不信任 sorry 應不應該不信任主席 有一些 好像梁美芬那些 講到簡直離題萬丈 他說應該修改議事規則 如果要解決這個問題 終極來說 就是跟所謂不信任的動議的本身 是不是應該給予這個討論呢 根本是離題萬丈的 是的 無論你對議員的政治立場 是否認同 譬如今天來講 何俊仁和謝偉俊 他們的論點和觀點 是比較有水平的 謝偉俊那個是最 你問我來說是最恰當的 如果從那個議題來講 因為你看回這個所謂不信任的動議 譬如你對政府提出那個不信任 對特首提出那個不信任 那個是適合到整個政府的運作 和有關立場的問題 那個處理 和對主席的不信任 應該是不同的對待 是的 即是那個緩急先後的問題 就算你對一個官員的不信任 譬如之前我們曾經對過吳克劍 曾經對過陳茂波的不信任 這是一個侮辱約束力的動議 你說我現在下個星期就要做 那可能你說要提出那個理據 就未必那麼充分 因為為什麼時間性和處理不同呢 因為你對那個政府官員的不信任 是基於那個政府官員 某些管治上的行為 或者個人的操守 或者錯誤等等的事情 但是你對那個主席的不信任 因為那個主席負責主持會議 他每一天每一次開會都要主持那個會議 如果有一部分或者一個顯著的部分 雖然是少數的 議員對那個主席是表示不信任 而這個表示不信任又不能夠盡快在一個會議上進行的話 變成了這個不信任的指控是會繼續存在的 而究竟這個指控是否得到其他大部分議員的支持或者反對 也都未經過一個程序去肯定或者否定的話 那這個懸疑就會令到主席的認受性和權威性 和整個議會的運作是存在這個疑問 所以逢這些所謂對主席 包括某些委員會的主席也好 特別是大會的主席也好 有一個表面和有一個顯著 或者有一個不少部分的議員 是感到有不信任的情況的話 理應是盡快處理和盡快投票 因為你投票的結果 是對雙方面都可能會有幫助的 譬如你的投票結果是肯定的不信任是受支持的 那麼主席就要考慮辭職 如果絕大部分 特別在現時香港立法會的情況之下 在保皇黨和功能組別保駕護航之下 肯定近三分之二的議員都會支持 主席繼續的 所以那個不信任是大比數會被否決的 那麼你那個投票結果 也都會肯定那個主席的代表性和權威性的 所以保皇黨這一次是不給機會 黃毓民提出這個不信任的動議 我覺得是幫倒忙 而且可以說是愚蠢不堪 其實當然有些議員提出 下一個抽到動議辯論的民主派人士聲說 那麼他們都可以將他的議題 變成對曾鈺成的不信任動議 那麼這個我覺得最重要的是 要大家在議會裡面去說到 你支持曾鈺成或者你不信任曾鈺成的原因 而不是我們出了去外面 對記者說也好 平時在議會裡面抽水一句兩句 說也好 而是沒有一個充分的討論 那麼這個不信任動議 其實是給機會三方面的 就是支持者反對者和主席 他自己呢 都是一個機會 不是的,我們以後開大會可以玩的 我們任何發言說什麼之前呢 都可以加一句 主席其實我不信任你的 不過我沒有機會提出動議的 哈哈哈哈 就是你這樣不斷說的話呢 主席很沒人的 是 還有對外界來說呢 咦,為什麼你立法會有這麼多議員 比如我們四個不斷說的話呢 嘩,在那個會議紀錄裡面 這個是一個逐字紀錄來的嘛 還有所有公眾透過這個公開辯論 都聽到這個指控的時候的話呢 對那個主席的聲譽 以及對立法會的認受性 都有一定的打擊 嗯,所以這次謝偉俊也說過 有這個懷疑 也是合理的懷疑 也有充分的人數 不是說只有我們四個這樣 其他人都說 那是應該呢 是儘快去處理的 不是說你有權,你夠票 就拖得就拖 或者當沒有發生過這件事 是不處理的 即是你們要幫主席講公道的話 你也可以在一個不信任動議那裡 即是說你認為 公道認為我們無理的指控 是還給一個清白 所以會不會我們下個星期三 一起聲我們 主席,我期待對你不信任的 是啊,不過現在沒有機會處理 儘管當你是先 那他兩下就會 哎,你離譚 哈哈哈哈 所以我們又趕我們出來 這個就叫做暫過一段落 但是如果 我也在排隊抽 多數是7月中之前都抽不到的 如果我抽到我的議案 我都會慎重考慮 將他變成對曾鈺誠的不信任動議 我覺得如果一些泛林議員 他們說得出這件事 也覺得那個重要性是這樣 也都要慎重考慮 將你一些時間性 不是那麼厲害的議案 轉成這個對主席的不信任動議議案 那我不信任的就被否決了 即是沒有得打尖提 即是沒有得提早提 另外 這個對我和英文的一個罷免 袁秋提的動議 又有這個戲劇性的發展 這個本來我覺得 是多次一舉的 第一 要發生的始終會發生的 我也知道實有議員 就會舉手提出這個罷免案的 就只差的是誰 誰想搶新聞 誰想出鏡 誰覺得他是專門搞這科 那他就搞 我們之前就猜 可能是謝偉俊做 或者是 這個 劉美芬 劉美芬做 即是法律的背景 即是 冷是說 即是按這個程序辦事 謝偉俊當然他有他的經驗 他上一年提出罷免長毛的議案 他就說因為基本法有 議事規則有 那就應該將他執行 但是我自己本人 謝偉俊說他也是會投反對票 當時 他的確是投了反對票 這個可以證明說 他真的對事不對人 你說他為了出位 為了顯露自己的法律尊常 或者尊重這個規則 這是另一回事 他的事實是投了反對票 但是 今次蔣麗雲 他自己也是這樣說 學人說 我是對事不對人的 我就因為基本法有 我們依法辦事 所以我就提出 但是他今次和謝偉俊有兩個不同 第一個就是 他是建議內會主席 代表內會 提出這個罷免案的 不同 上一節謝偉俊 就是他自己個人名義 去提出這個罷免的 另一樣不同 就是謝偉俊 是程序公義的問題 他自己也是投反對票的 但是今次蔣麗雲 議會內外他也說 他是會投贊成票的 他想你 想你 想你坐牢 很厲害 我沒有聽過這句 有這樣跟別人說 這樣 就即是 不是他說那樣 就是說對事不對人 所以這個愛會上面 我也有說過 你不要裝作了 你要提 你就自己提 為什麼要整個內會 你去提 當然我明白 他可能是 即是 他的劇本想寫長一點 即是今個星期 才在內會 內會如果否決了 他下一次 就個人名義去大會 但我想為什麼 是蔣麗雲出手呢 是他自己這麼神勇 還是他原來真的 我想文建聯不想 所有事情都被 劉美芬和謝偉俊 搶光他們的傳媒的報導 是吧? 文建聯這段時間很靜的 還有 你真的覺得 蔣麗雲已經去到百毒不侵的意思 就是他做多壞的事情 大家只是笑他而已 對他的政治能量沒什麼影響 他現在那個什麼 全港政治人物的知名度很高 越來越高 對 快要失敗了 快要失敗了 他走這個路線 大聲甲武准 又說欺女忍啊 那些 原來都有他的市場 他今天跑去找一個療膠打 我立刻彈開 我挺怕他走過來 然後說我非禮 黃毓雲 你看到什麼 我也聽不到他說什麼 他說什麼 你不要說我妹妹 然後就 說到想哭 是啊 我覺得 都是他劇情的一部分 大家當然會問他什麼事 記者會拍他 這個經典人物 但是為什麼今天呢? 最後結局就是 是沒有投票的 蔣麗雲就收回這個 暫時收回這個議案 因為呢 毓民就拿了一份 就是 法律的 就是從法律角度的 就是他自己寫了一份文件 我想都是他的職員負責 是的 有七版紙的 就關於那個所謂 就是基本法 那個監禁的定義 就是提出某些質疑 他換形他就說不是屬於監禁 這個涉及到法律上的觀點 最後就是蔣麗雲就說 以這些法律的觀點 應該等機會給立法會的法律顧問 就是研究完之後呢 然後再提出他的動議 但是我覺得這些是荒謬的 譬如政府 很多的建議 很多的條例 很多的法案 很多的政策 都拿來立法會的了 拿來立法會 都會給法律顧問再看 以及給這個議員審議 喂 就是我們直接 很多時候 將政府建議的法例 直接編屍 可以把它拆散了 最後政府都堅持提的 蔣麗雲 你就提這個動議的時候 他先前都說 咦 做了所有研究了 基本法各方面等等 那被人一篇這樣的文件 就打緊了 說要等法律顧問 那些意見才提出 就是明顯你根本就沒有做租公課 不是,蔣麗雲今天都非常好笑 當然我想他自己都未必 逐字拆過這七板子 接著他最後一個結論就是 好 是法律顧問 你幫我呢 將剛才那個議員呢 那些疑點呢 逐一用書面回答他們 我心裡想 如果這樣呢 就下年都沒有提到 還有第一 是你提的意外 人家就回你的話題 這個法律疑點 是你要抽人家 不是叫法律顧問 證明他那些無料的程度 還有那些粗疏的程度 完全不敢回應 完全自己就回別人 對你法律上的觀點有什麼質疑 完全不敢回應 而是想靠法律顧問方面呢 用來自己遮囚 就是我覺得理論上呢 如果是這樣的程序呢 當黃毓民議員拿了這七板子 大家又沒有機會看的時候呢 就應該立即收回 就是不是喊完一堆架 做完完戲呢 才說收回 應該 大家各個議員都不夠時間看這七板子 有沒有 那到下一次 我又拿七板子出來 你又撤回了 哈哈 所以 處事的模式 那種缺乏信心 還有缺乏能力 去面對這些挑戰呢 可以充分看到那個質素 不是 他本來打算很簡單的 就是兩場戲 一場就是來會 來會如果失敗之後 就大會 雖然大家都知道 整個劇情就是 理論上 就是 就不會通過的 因為這個是要三分之二議員的 那整個民主派呢 都是反對 那建制派呢 譬如自由黨啊 都已經是 新聞黨也都說了 是不會反對 其實看上一年長毛的議案 反對的人 多於贊成的人 就是實資是不行的 他們只不過呢 其實 就跟我一樣 我們有時候提出不上動議 都知道不夠票過 不過 借這個 製造一個議題 製造一個機會 讓大家各自去表達論述 我就覺得他 就對爺爺表忠心 就是 還有可能想透過這個 的所謂罷免 是這個的威客 想著佔中的朋友 這個絕對是 這個是一個 他會說什麼呢 又拿回杜浩成的那些判詞 出來又說一堆 說一堆 說大餐覺得好像是 法官也是這樣說 就是很有道理的 那等一些 中間猶疑的人 就是聽到他們這樣的論述 這樣的恐嚇 立法會議員現在都這麼危險 不過我相信 出來抗爭的朋友 絕對不會因為這些 所謂罷免的動議 而有任何的 阻嚇的作用 所以我覺得大餐公子就很厲害了 就是第一 就一來到就說 不要緊的 夠票過也不要緊的 歡迎 那些泛民都尷尬尷尬 變相公球 立刻疾了 可能他收回 一半的理由 都是因為怕變相公球 如果收回 就收回了 又不要在大會裡面 再拿一次出來 又變成演講比賽 他們現在都 他們戴不了你 就變成中了你計 又讓你說多15分鐘 那我們拭目以待 看看他下個星期 關於這個罷免的進度是怎麼樣 好 拜拜